本來民進黨全代會是因為動毒爭議山芋欲來 不過就在黨主席蔡英文前一天在臉書破文強調 堅持獨立已經是天然成分 今天的全代會上各個大佬們也口徑一致 說尊重主席 最後呢只有花了五分鐘就決定將動毒提案 送交終職會討論 台獨黨一吹不浪 台獨黨一吹不浪 遠在民進黨全代會門口 獨態團體拉開布條 反對凍結台獨黨綱 手拿鐵錘敲破貼有台獨黨綱的水綱 象徵綱若破民進黨將亡 場外機動場內似乎已有默契 就在全代會前一天蔡英文臉書po文 強調堅持獨立是天然成分 如何凍結廢除 醞釀冷酥以氣氛 那這問題比較複雜 不過這個蔡主席已經定調 說不宜凍結 台獨黨綱是不是有機會去完成最後一旅路 這個其實民進黨內並沒有認真去討論過這個問題 那假算他真的是最後一旅路 當他拿掉之後會減少多少旅路 這個加減我們也必須要去看清楚 黨主席都開口了受訪的也口徑一致 當議程到了討論提案時蔡英文以距離結束時間不到20分鐘 時間不足為由5分鐘內快速將台獨黨綱和下售入黨年禮等提案 送交中指會討論 第七項的黨綱及決議文相關的提案 還有第八項的黨內規章修正提案 我們全部交由中指會做後續的處理 好 請問 是 雖然過程中有黨代表持不同意見 凍結台獨黨綱提案 還是原封不動送交中指會 已經把這個問題拋出來說 民進黨要很誠實的面對這個問題 這個東西我們已經達到我們的目的 凍讀提案人也沒再多說 小英回郭黨主席展現強勢領導 面對爭議的台獨黨綱選擇冷處理 就怕敏感話題節外聲之影響年底選情 有階TV全集很晚新台北報導